7月17日易阳千玺回应近日考编争议,称决定放弃入职国家话剧院,为了不再给大家增添困扰,经过慎重思考,我决定放弃入职国家话剧院,但如果有机会,我还是会继续尝试走进话剧领域学习和提升自己,而在文中易阳千玺也否认了自己通过走捷径获取名额,然而对于易阳千玺的回应,网友们并不买账,随后疑似中系专业课老师在朋友圈发文力挺易阳千玺称, 一个有才华有想法有作为的年轻人,想通过国家话剧院沉寂锤炼一番,让自己脱胎换骨,这样的年轻人进入编制不比混吃混喝的人进去抢百倍吗? 截至这位老师还夸赞易阳千玺有无限的潜质,他本来可以不受体制三限制继续挣钱,可他愿意进入国家话剧院重新锻炼,这就说明他绝非持中之物,社会中确实存在不公,但若想此类不公从千玺的身上攻破似乎是选错了方向,最后还表示, 但愿这场风暴别毁了易阳千玺,他是一个经过退台换骨后可以演到八十的演员。